Battalion, take care, to the front, march! 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Starton市,是81号公路和64号公路的交汇处,自驾前往此处非常方便。 首先我们来到了西非文化区。 1619年,少量的非洲人被带到了弗吉尼亚,也就是当时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 在之后的几十年间,数千名的非洲人被带到了这里,工作在农场、庄园、磨坊、矿场以及商铺和主人的家中。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建筑,展示的就是当时非洲尼日利亚的风貌。 大家来猜一猜,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建筑是做什么用的呢? 弟弟,你猜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的? 你猜,它旁边有木头放在这里,然后你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想很多人会说这里是厨房,但是不对哦。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请在描述栏里面查看。 我们来看一下西非人的饮食吧。 我们来看一下西非人的饮食吧。 这里才是厨房哦。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17世纪的英国农场。 让我们走进17世纪英国人的家,一起来看一看吧。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1600年英格兰中部自沟农的农场样貌。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Irish Fort,爱尔兰的铁匠铺。 请大家注意看他的屋顶。 这是你的屋? 对,对,这是我的屋的店。 今天我做的是把这些小的铁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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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有一些在铁匠的铁匠。 平常在一天我会在铁匠的铁匠的铁匠,但是它们是挺轻的,所以我认为我会结束一些东西。 是这个? 平常在铁匠的铁匠,您可以看到了。 擦一擦一擦门口的铁匠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答案请在描述栏里查看哦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18世纪的爱尔兰农场 Irish Farm 这个打开的小门里面住的是家禽 优优独播剧场 每间房子都有一个壁炉 而床就靠在壁炉的旁边 屋顶的通风性非常好 冬暖夏凉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18世纪的德国农场 家里进去 君子需要红录鞋 那我看到的你的键子 让它们盖起来 然后我必须要线它 这里展示的所有衣服都是园区工作人员亲手做的 我现在有我的工作在座上 我将可以线在座上 这边我可以线在座上 来自神圣罗马帝国Rennyland公国 讲德语的新教徒们被英国政府和业主们招募到他们在北美的殖民地定居 作为新殖民地的定居者 这些讲德语的拓荒者为美国贡献了独特的习俗和文化 据统计德义美国人的人口在2019年约为4300万 德义美国人约占世界德国血统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从这里向左走呢就是Native American生活的区域 然后从这个路牌向右走呢就是1760年 接下来我们来到北美印第安人生活园区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地方吗 好猜一猜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拿起来看一看 原来这是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游戏 对美国土著印第安部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我上面的链接 我在美国公立学校都学什么 这个系列里面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印第安原住民的三大部落 对美国公立的有钱 对美国公立的游戏 这些是$5,000 哈哈哈哈 那是$20的奖户 所以当购物在工作 通常是两个方向走愉快 问题在这段时间的问题是 两个方向走愉快 但他们两个人认为 他们把其他方向的利益 然后他们真是很高兴 最后是因为他们不仅价 所以这就是铁锅 右边是原住民所生产的物品 左边是他们想和新移民者 所换取的物品 慢慢地我们从Old World 走向New World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 1820年美国人的家 这里是1850年美国的农场 1850年的学校是这样子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200年前美国人的家吧 一样的美国人的家 但是也不是很小线 所以 JAY 我现在说,"卡住它 或咔annya 我敢试语 어를打拌好的魚是否你也不想試試試試試試,不要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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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就是像你的毛病或有你當時你有黑羊的毛病 所以看上去之後,之後你會看到你的毛病 这邊是有黑羊的毛病 這 inter haben的大徑 每年的7月4号美国独立日也就是美国的国庆节 在这个博物馆里面都会举行特别的国庆节活动 但是你不能撕太快 因为它需要长时间 OK 因为我冰箱里面都会放在那里 因为我冰箱里面都会放在那里 我冰箱里面都会放在那里 但如果我冰箱里面都会放在那里 这就是我冰箱里面都会放在那里 看我冰箱里面是冰箱里面的 我冰箱里面是冰箱里面的 明白我冰箱里面有什么 会李箱里面是冰箱里面的 现在是冰箱里面的 转转 1 选择 4 4 4 5 5 七 5 五 5 六 5 六 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就是开拓者文化博物馆 赶快带着您的孩子一起来沉浸式的体验美国早期移民的生活吧 在您离开之前请动动手指帮我点个赞 感谢啦